第125集 张掖将星罗石拿了过来 递给了四殿主 四殿主打量了一下这块星罗石 微微点头说道 星罗石质地异常坚硬 可以历练万年而不朽 这一块星罗石色泽发紫 乃是星罗石中的极品 商骨强者把功法烙印到极品星罗石之中 可以让功法保存万年而不消散 三殿主出声说道 老四啊你就别啰嗦了 快快看一下这块星罗石里面 到底是何种功法 二殿主也是微微点头 这一块星罗石里面的功法 乃是第一任殿主亲自唠嗑下来的 真殿的第一任殿主实力惊天动地 即使他们是真道高手 也只有仰视的份 因此几个殿主对星尘石中的功法 都感到极为好奇 星罗石中的功法 乃是用精神力唠嗑进去的 要想查看里面的功法 只需要把真气灌输进去就可以了 听到三殿主催促 四殿主微微点头 一丝先天真气朝着星罗石中 叹了进去 四殿主的这次先天真气刚刚进入到星罗石之中 这块星罗石竟然抱起了一道淡淡的白光 四殿主感觉到自己的先天真气突然间就被一种强横的气息给击溃了 四殿主心里大吃一惊 他的一口先天真气乃是花费了百年光阴苦苦打熬而来的 早已经修炼到了聚合自如刚柔并济的地步 没想到他的先天真气一进入到星罗石之中 立即就被摧毁了 这真是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呀 心里不服气之下 四殿主先天真气再一次地钻入到星罗石之中 四殿主这一次是有备而来 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但即使他是有备而来 先天真气一进入到星罗石的时候 仍然立即就被击溃 心神相连之下 四殿主差一点就吃了一个小亏 看到四殿主的脸色古怪 三殿主说道 怎么 这块星罗石里面到底刻着什么功法呀 四殿主将星罗石递到了三殿主的手上 周梅说道 这块星罗石 这块星罗石似乎有古怪 我的先天真气根本就无法进入到里面 你自己试着看看好了 哦 有这种事啊 三殿主脸上露出了一丝诧异之色 说道 老四 你的先天真气已经修炼了近两百年 早已经达到了先天第三重之将 怎么连一块星罗石都奈何不了啊 说话间 他接过了四殿主手上的星罗石 将自己的先天真气输入到了其中去 噗 三殿主的先天真气刚刚进入到星罗石之中 一股神秘的气息陡然而至 就像是一头远古巨兽般狠狠撞了 撞到了他的先天真气之上 三殿主的这次先天真气被神秘气息一撞 连反应都来不及 就被撞崩溃了 四散的先天真气冲撞而出 发出一声清响 啊 三殿主惊讶地轻叫了一声 再次地朝着星罗石之内输入了先天真气 这一次他也是有了准备 但那股神秘气息的玄妙之处远远超乎他的意料之外 三殿主明明早有准备 但那丝神秘气息一出现 他的先天真气仍然是立即崩溃 他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奇怪 奇怪啊 三殿主试了三次 每一次都是如此 无奈之下 只好摇摇头 接下来 二殿主与大殿主都试了一次 但二人都无法奈何得了星罗石里面的神秘气息 这星罗石里面的神秘气息就像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 默默地守护着某样东西 任何闯进来的气息都会被他轰得犯碎 大殿主 大殿主 微微摇头说道 这神秘气息比我们的先天真气要厉害得多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过得了这一关 如果我们拼劲劳命也许可以炼化这丝气息 但这么一来 这块星罗石里面的功法也就不存在了 看来 这星罗石里面的功法 我们是无法看得到了 几位殿主的目光之中都露出一丝遗憾之色 这一块星罗石可是真殿的第一任殿主所留 里面的功法绝不寻常 如此错过真是太可惜了 张也就站在几位殿主的身边 几位殿主的对话 他当然听了个清清楚楚 听到连四位殿主都无法看得到星尘石里面的功法 张也不禁地傻了眼 殿主都无法看得到这星罗石里的功法 自己只有五到四重后期的修为 想要看到里面的功法 那简直是做梦啊 感觉到张也的失望 寺殿主笑了一笑 将星罗石扔回给了张也 说道 你也不用担心 这东西啊 讲究一个机缘 你的实力虽然低下 但这块星罗石既然被你摘下了 你肯定与它有缘 你先将它收好 说不定以后机缘一到就能够获得里面的功法了 张也只好是苦笑着点点头 拜师仪式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是结束了 大殿主 二殿主 和三殿主 各自回去闭关 而四殿主也急着回去参悟一下远古向力 于是大家很快就离开了针殿 四殿主 四殿主带着张也返回到小木屋 冲着张也哈哈一笑 现在老夫是你的正式师父了 好了 你现在给我运转一下远古向力 我要参悟一下远古向力的浩妙之处 张也只好盘膝坐下 开始运转起体内的龙向之力 四殿主参悟的龙向之力的办法 与其他三位殿主一模一样 都是把一丝先天真气打入张也体内 然后凭着这丝先天真气 默默地感受着项力的奥妙 只不过其他三位殿主是偷偷摸摸上门来 而四殿主则是光明正大的残物 对于四殿主的真气 张也不敢主动地吞噬 不过他虽然没有刻意地吞噬 但项力在接连吞噬了三位殿主的先天真气之后 对于入侵的先天真气本能地有了反应 四殿主的这丝先天真气刚刚进入到张也的体内 立即就遭到了吞噬 嗯 好 先天真气被吞噬 四殿主不经反省 他轻轻地叫了一声 喃喃地说道 远古龙力变幻莫测 远古的凤力焚尽蛮荒 远古的项力强横霸道 这一次项力连我的先天真气都能够吞噬 霸道异常 这才是正宗的远古项力啊 四殿主闭目而坐 任凭项力吞噬着先天真气 默默地参悟着张界体内的远古项力 参悟了三四个钟头之后 四殿主终于满意地收回了先天真气 这一丝先天真气收回的时候 整整少了三成 但四殿主对这点损失丝毫不放在心上 等张界收工完毕了之后 他满意地说道 好小子 你体内的项力是真正的远古项力啊 有了这一次项力 你以后修炼的速度会快上不少的 说了这么一句 四殿主又呵呵一笑 说道 我需要闭关上一段时间 这次闭关估计需要两三年吧 在闭关之前 你有什么修炼上的问题 都可以向我提出 我会一一给你解答的 解答了问题之后 我再送你几样东西帮助你修炼了 好了 有什么问题 你就提出来吧 武道 奥妙无穷 修为越高 修炼之中遇到的问题 也就越多 张叶虽然无形出众 但他的见识 毕竟有限 很多的修炼难题都无法解决 这时候 有了这么一个机会 张叶当然不会客气了 于是 他将所遇到的问题 一一地向四殿主提出 四殿主也不愧是真道高手 张叶提出的问题 无论有多难 他都能够随口解答 给出种种的建议 让张叶茅色顿开 二人一问一答 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过了一天 四殿主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 终于虚出了一口气 本来他以为 以张叶的修为 即使有问题也不会有太多 没想到张叶一口气提出了 六七十个问题 并且每一个问题都颇有深度 有一些问题 即使是四殿主修为高深 也感觉到眼前一亮 见到张叶再也没有疑问 四殿主扔给张叶一个晶莹透亮 上面隐隐带着一丝微压的玉牌 说道 这个玉牌乃是我四殿一脉的凭证 你带着这个玉牌 在真殿之中 可以享受到一些方便 至于具体有什么方便 你以后会知道的 听到这个玉牌 可以在真殿中 享受到各种方便 张叶的眼睛不由得一亮 连忙将这个玉牌收了起来 将玉牌扔给张叶之后 四殿主又将一个玉瓶伸给了张叶 说道 这个瓶子里面装着三颗洗水单 你的资质很差 这三颗洗水单能将你的资质提升到五品 这样一来 你的修炼速度也可以快上一点 能够把资质提升到五品的洗水单 张叶不禁地大洗 她的资质不久之前 才从八品提升到了六品 如果再从六品提升到五品 那她的修炼速度将会大大的加快 相信用不了多久 她就能够修炼到五到五重了 张叶恭恭敬敬地对着四殿主行了一礼 说道 谢谢师傅了 在清桑张家提升资质的时候 张天龙就提到过 资质每提升一品 所需要的金钱就要提升十倍 张叶把资质提升到六品 足足花费了三百多万两黄金 而要想把六品资质提升到五品 所需花费的黄金就达到了三千多万两之多 也就是说 四殿主扔过来的三颗洗水单 价值达到了三四千万两黄金 就凭着这一点 四殿主就值得张叶真心感谢了 四殿主微微点头 又把一卷兽皮卷扔给了张叶 说道 这一卷兽皮里面记录着附近的地形 里面的第八个山谷就是你以后的修炼之所了 山谷之外有着一个阵法 你可以用玉牌来开启 好了 我要准备闭关了 希望你三年之后能够修炼到五到六重去 说着 四殿主一锈一卷 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道凭空生出 瞪时将张叶送出了小木屋 小木屋离地面 足有数百丈之高 如果是普通人从上面摔下去 立即就要摔成肉泥 张叶的行云布已经大成 他当然不会被摔倒 人在空中的时候 张叶猛然提气施展出行云布 身子轻飘飘的 像是一朵云般落到地面上 脚下踩到了地面 张叶展开了寿皮卷 看了一下之后 竟往第八个山谷而去 按照寿皮卷所记录 第八个山谷离小木屋并不远 只有三百多里 张叶一路急行 很快就来到了一个云雾迷蒙的山谷外面 在这个山谷的外面有着一方石碑 张叶将玉牌按到了石碑的上面 整个山谷邓时微微一阵 山谷里面的山雾也为之一散 张叶收好玉牌 行入到山谷之中 只见到这个山谷虽然不太大 但里面的风景却是十分的秀美 一路行去 有形形色色的艳丽鲜花 有一棵棵长满了果实的果树 有一片片清脆玉滴的草地 此外 这个小山谷之中 还有着一条树丈宽的小河 河水在山谷的中间 汇成了一个树母大小的湖 看起来十分的舒服 越过了山谷中间的小湖 张叶忽然感觉到 前方的天体精气十分的浓郁 张叶心里微微一动 加快了脚步 行出了一百多丈之后 张叶只见到前方的 一块巨大的石头之上 竟然生长着一棵 清脆玉滴的小树 这棵清脆玉滴的树 有三四丈高 每一片的叶子 似乎都带着云雾 让人看不真切 而这棵树的树冠上面 更是有着一层淡淡的天地精气 看上去 就像是一朵淡淡的云 这 张叶不禁地又惊又喜 竟然是一棵伟灵树 这一棵伟灵树 虽然无法与师父的那棵相比 但这也不错了 有了这一棵伟灵树 我修炼的速度 就可以加快不少了 能够聚拢天地灵气的树木 是灵树 像这种只能聚拢天地精气的树木 就叫做伟灵树 伟灵树聚拢来的天地精气 十分的纯净 很适合用来修炼 张叶在小木屋的时候 修炼什么功法都是突飞猛进 这就是伟灵树的功劳 张叶快步行过去 离伟灵树还有十多丈的时候 忽听到支的一声清响 一道淡淡的金光 斜着灵力的风声 骤然地朝着它射来 这一道金光的速度出奇地快 眨眼不到的时间 就射到了张叶的面前 张叶感觉到这道金光 不但快地出奇 而且隐隐间 斜着一种可怕的力量 这种力量 即使是张叶也不敢应接 无奈之下 张叶只好施展出行云步 久地一滚 滚到了数丈之外 是这 那道金光落到了地上 轻叫了两声 张叶定睛看去 只见这只袭击自己的东西 竟然是一只金光灿灿的 金色猴子 这只金色猴子双臂修长 全身的毛发 犹如黄金一般 他的嘴里吱吱地怒叫着 一只手臂朝着张叶挥动着 似乎要让张叶远远地走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